兽脚亚姆是恐龙家里最能打 最多变 也是最能活的 从陆地上的霸主 伊特龙 南方巨兽龙 霸王龙 到水里的吉龙 哈斯卡盗龙 还有现在掌控天空的鸟类 都属于兽脚亚姆 这是一个历史悠久 而且极为多样的大眼画质 今天我们就跟随恐龙大图件的开篇 来欣赏一下 兽脚亚姆 或者说恐龙猎手们崛起的 那些迷暗与传奇 本视频对应的是 是恐龙大图件的鸡干兽脚类部分 从66页到70页 保罗为鸡干兽脚类 列出了8种恐龙成员 基本上全有争议 这也是目前恐龙研究里 避不开的话题 我们先来看一下 争议不断 也是已知最古老的恐龙家族 埃雷拉隆科 这是肉食性恐龙的一大族群 也是三叠级恐龙中 最强悍的猎手 埃雷拉隆科的成员 初登场于晚三叠市的卡尼奇 距今大约2.3323亿年前 保罗为我们提供了 两位埃雷拉隆科的成员 巴西的普世男十字龙 还有阿根廷的 伊斯基瓜拉斯托埃雷拉隆 但实际上 我们看到的大多数 埃雷拉隆科的家谱 都是三巨头 前面的两位 再加上同样生活在 伊斯基瓜拉斯托组的 哥士圣湖安隆 2019年11月7日 古生物学家们 又在巴西的圣马利亚组 发现了一个近乎完整的恐龙化石 仅缺少部分左肩带 和部分左前肢 发现者用希腊语 下巴和拉丁语 倾向于吞噬为其剑术 合起来就是士合龙 模式种卡布雷拉士合龙 是为了纪念 发现词标本的古生物学家 卡布雷拉博士 至此 埃雷拉隆科最可靠 也是争议最少的四大巨头 就集齐了 从外观上看 埃雷拉隆科长得 非常像后世的兽脚类恐龙 但这个类似只是皮像 埃雷拉隆科的解剖特征 非常的特殊 主流的观点是 这一分支 是没有任何后代恐龙继承的 和衍生特征 在埃雷拉隆科的身上共存了 这是古老恐龙一脉的融合大家 举个例子 埃雷拉隆科的成员的宽臼 仅部分开放 底锥只有两块 这是恐龙中数量最少的 他的手也是原始的状态 五个掌骨中只有三个长手指 第三指比第二指长 并且有弯曲的爪子 这个特征 有点类似后世的兽脚亚姆恐龙 这种大杂烩的状态就决定了 在早期恐龙的系统发育上 埃雷拉隆科的位置就是个大坑 基础的膝囤类 基础的兽脚类 甚至基础的膝囤形类 都有相关的研究支持 我们抛开这些争议 你只需要记住 它总是出在很基础的位置上就行了 在这里我们暂时借用 2022年自然和2023年科学杂志里 提供的演化术作为依据 这两项研究里 都采用了和恐龙大图件里 类似的观点 把埃雷拉隆科放在了 兽脚亚姆名下 作为一个单独的基础演化之 从分布范围上看 埃雷拉隆科的四大巨头 集中在了两个区域 巴西的圣马利亚族 和阿根廷的伊斯基瓜拉斯托族 每个区域有两类 正好对半分 圣河龙和南十字龙生活在巴西 他们出现的也要比圣湖安龙 和埃雷拉隆要早一些 大概早了150万年 在实性方面 埃雷拉隆科全是吃肉的 虽然是晚三叠式 卡尼奇最凶猛的恐龙家族 但是埃雷拉隆科的成员 大多为中小型的猎手 通常体长超不过4米 只有一位大哥例外 埃雷拉隆本尊 之前被命名的 伊斯基瓜拉斯托 富伦格里龙 就是埃雷拉隆 这个正模标本 体长可达6米 这是目前发现的 三叠级最大的肉食性恐龙 不过在第二版的恐龙大图件里 保罗给了埃雷拉隆 一个相对保守的数据 4.5米长 200公斤重 虽然比不了 侏罗纪还有白厄纪那些恐龙巨头们 这个身体数据 在三叠级的恐龙猎手里 也足以傲视群龙 讲完了埃雷拉隆科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 埃雷拉隆科以外的 鸡干兽脚类成员 一共还有6位 和2022年的这张演化图比 一下你就会发现 有两位 没在兽脚类的演化分支里 我们按时间顺序 一个一个来 第一位是月亮谷史盗龙 他生活在距今 2.31到2.28一年前 大根廷 地点也在伊斯基瓜拉斯托组 其实 在2022年的这张演化树上 他出场了 只不过位置 不在兽脚亚姆里 而是位于 西脚型类的基础成员中 这个变化 是因为2012年以来的 几项研究都认为 史盗龙 应该是一种早期的 西脚型类成员 而不是兽脚亚姆的恐龙 等讲到西脚型类恐龙时 我们再细说 第一位鸡干兽脚类恐龙的 桂冠 就落在了 同样生活在该地区的 鼠奔龙身上 署名含义 黎明奔跑者 模式中呢 是默示鼠奔龙 鼠奔龙主要生活在 晚三叠式时期的卡尼西 距今大约2.3亿年前 2011年 已经发现 鼠奔龙就被认为 是最古老的 真正的兽脚类恐龙之一 它取代了 被踢出去的史盗龙 鼠奔龙的体型很小 这也是埃雷拉龙科之外 大多数恐龙 在卡尼西的常态 2011年的新闻稿里 给出的估计 鼠奔龙从鼻子到尾巴的 总长度 约为1.2米 重量呢 为4.5到6.8公斤 保罗在大图件里 给出的数据呢 是1.8米长 5公斤重 从这两个数据中 也能看出来 鼠奔龙是个体格 相当轻盈的选手 他的身上呢 充分体现了 天下武功 为快不破 学者们估计 鼠奔龙的奔跑速度 可达每小时32公里 在23个三叠级主龙中 只有马拉恶龙 能压他一头 极快的速度呢 也帮助鼠奔龙 在伊斯基瓜拉斯托勒族里 站稳了脚跟 毕竟 埃雷拉龙的威胁 无处不在 讲了这么多 瘦脚亚姆恐龙的 激干类成员 不是大家注意到没有 我们还没有走出南美洲呢 早期 瘦脚亚姆的县势 就集中在 当时还是刚往那大陆 一部分的南美洲 阿根廷和巴西发现的 激干瘦脚亚姆恐龙的成员 也是最多的 那么在南美之外 激干瘦脚亚姆的恐龙们 有没有优秀的表现呢 不多 但是疑似有 马勒尔埃沃克龙 就是其中之一 他生活在晚三叠 是印度东南部的 马勒尔地层中 距今大约2.35 到2.28亿年前 遗憾的是 埃沃克龙的化石材料 非常的有限 唯一一支的正魔标本 是不完整的 他有上核和下核的 前端部分 脊柱各部分的 28块不完整的锥骨 大部分的骨骨和踝骨组成 埃沃克龙正魔标本的 上核呢 有异齿牙裂 这就意味着 埃沃克龙的牙齿 会根据 其在下核中的位置 而具有不同的形状 这也是个灵活的融合怪 他的前牙 直且细长 和石道龙等基础 细角形类类似 但是下核两侧的牙齿 就像掠齿性 瘦角类恐龙一样 向后弯曲 但是呢 这些牙齿还没有锯齿 这样看下来呢 埃沃克龙的牙齿排列方式 既不是明显的直齿性 也不是明显的肉齿性 它们大概率是杂实动物 在演化关系上呢 那就更乱了 目前最保守的分法呢 就是把埃沃克龙 归入西屯墓里 不再细分 但是保罗认为 埃沃克龙 瘦角亚母的成员 那既然埃沃克龙有问题 那么鼠奔龙之后 瘦角亚母恐龙的传承 又会由谁来接受呢 让我们回到演化树来 这里呢 要注意红色的这根线 鼠奔龙和他的后背们 被这根线分开了 红线之后 你可以看到 瘦角亚母恐龙们 在迅速的增加 瘦角亚母的多样化 加速了 这件事情呢 我们稍后再讲 先看蓝色的分支 这里呢 还有三位 激干瘦角亚母的恐龙成员 太阳神龙 青帝龙 还有邪灵龙 在时代上 这三位比起鼠奔龙 还有埃雷拉龙他们 晚了上千万年 此时的瘦角亚母 已经步入了下一个时代 家族的多样化 即将走上快车道 在演化关系上 太阳神龙 他们依旧是一趟浑水 2021年10月 在回顾 南美洲早期恐龙化时 及其发育关系时 有学者就将这三位 归到了埃雷拉龙母的名下 作为埃雷拉龙科以外的幸存者 在地理分布上呢 太阳神龙他们三位 都生活在北美洲 新墨西哥州 还有亲帝族 就是这三位的福地 很显然 在演化了上千万年后 瘦角亚母 开启大肆扩张 并成功打入了北美洲 或者叫北方的老亚大陆 在时间顺序上呢 太阳神龙出现的最早 它的化石呢 发现于新墨西哥州的 幽灵采石场 距今大约2.15到2.13亿年前 据估计呢 太阳神龙成年后 身长可达2.5米 重15公斤 它的上牙巨大 腿部细长 极有可能会去捕食 其他的恐龙 和小型几堆动物 在结构上呢 太阳神龙依旧是个过渡角色 它的头骨形态呢 类似于枪骨龙类 而恰骨呢 却类似于埃雷拉龙科 在太阳神龙之后 登场的是钦笛龙 模式中 布式钦笛龙 主要发现于 美国南部 晚三叠式的地层中 距今大约2.13到2.11亿年前 钦笛龙是一种 双族的手恐龙 大约和狼一样大 它们尤其喜欢 水分充沛的森林 比如说致密的大型真叶林 最晚出现的呢 是邪玲珑 它的化石 只有几乎完整的头骨 和少量的头后骨骼 出现于化石呢 邪玲珑的体长 只能靠蒙 再加上呢 我们并不清楚 这只邪玲珑的发育阶段 恐龙大图件呢 就没有给出 邪玲珑的身长和体重数据 保罗在这一点上呢 还是相当谨慎的 受限于化石的发现 相当一部分恐龙 甚至某些著名恐龙的信息 我们至今不得而知 比如说 急龙的腿 鸡干瘦脚类里 也有一个吃了类似的亏 这就是荷龙 模式中 克劳斯贝荷龙 主要生活在 晚三叠式北美的 德克萨斯州 荷龙的化石标本呢 只有一块孤立的宽骨 尺寸呢 接近141毫米 1998年呢 该标本还曾被指定为 亲地龙的附魔标本 但是2018年的研究显示 它是一个有效种 可能是埃雷拉龙科的近亲 到此为止 恐龙大图件里有的 再加上新增的这几位 各类鸡干瘦脚类的恐龙成员 我们就都涉及到了 接下来呢 我们来整体看一下 这些恐龙猎手们崛起时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 恐龙的早期进化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中三蝶式时期 恐龙家族正式登台 刚瓦那大陆 尤其是非洲和南美洲 都预育出了恐龙中 最古老的先驱 到了卡尼西 南美洲的恐龙族群 进一步多样化 巴西的圣马利亚族 和阿根廷的伊斯基瓜拉斯托族 就是此时恐龙演化的中心 众多恐龙猎手就此诞生 恐龙家族最强悍的支柱 瘦脚亚姆开始登台 整体来看呢 伊斯基瓜拉斯托族的恐龙们 比他的前辈们要更大也更健壮 这些恐龙中的新兴势力 在一个拥挤的生态空间中 迅速多样化 早期的西角形类 鸡杆兽角类 还有埃雷拉龙科 分别开发了不同的生态位 鸟屯木的皮萨诺龙 和西角形类 占据了中等体型的杂食 以及直食动物的生态位 西角形类恐龙的尺寸 也从使道龙的1.2米 拔高到了龙神龙的2米 长了快一倍 与之相对的 兽角亚姆的先驱 鼠奔龙还是个不起眼的小不点 此时的恐龙猎手中 真正扛大梁的 是已经演化成了超级掠食者 埃雷拉龙科 从2米长的男十字龙 到5米的埃雷拉龙本尊 恐龙家族在伊斯基瓜拉斯托族 第一次掌控了顶级掠食者的生态位 此时大家跟听 无论是小型的猎手麦恶 还是大型的鼎略西恶 都不能再压制恐龙家族的崛起了 埃雷拉龙科 也予许成为了当地最丰富 也是最多样化的肉食型猪龙 龙恶对峙的天平 就开始向恐龙倾斜 接下来恐龙家族又见证了一个秘密 流星的到访 这就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根 红色的时间线 曼尼古根陨石撞击事件 这次撞击在加拿大魁北克的北海岸地区 留下了直径近100公里的长陨石坑 有些学者就此怀疑 五大灭绝之一的三叠寂末大灭绝 可能和这些撞击有关 但从时间上来看 这似乎不太现实 1990年的放射性侧年估计表明 加拿大的这次撞击 融化的年龄约为2.15亿年前 此时距离三叠寂末大灭绝 还差了1200万年 但三叠寂末可不止这一次撞击 晚三叠时 就在2.36到2.01亿年前 一系列小行星造访了地球 并留下了至少6个庞大的陨石坑 加拿大的直径最大也最多 一个100公里 一个40公里 法国的有25公里 芬兰和美国的也接近了10公里 那这一系列陨石撞击 和三叠寂末大灭绝有关吗 会不会是这些撞击 引发了生态系统的更替呢 2012年的研究显示 这一系列撞击 和晚三叠时的大规模灭绝无关 他们对放射虫的分析表明 撞击事件范围内 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灭绝事件 也没有在其他海洋浮游生物中 看到同期的动物群更替 发生在加拿大的曼尼谷根陨石撞击 只引发了撞击地点附近 陆地和海洋生物的灭绝 但是没有波及到远洋海域 但是不管最终影响如何 三叠级的大地上 最具象征性的一幕发生了 就如同飞鸟恐龙结束的那一刻 兽脚亚母的崛起 也伴随着流星的将士 这就是恐龙猎手们开篇大戏 在流星群中 终生代的王者即将崛起 下一期呢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兽脚亚母最正统的继承人 枪骨龙们的大时代 兽脚亚母最正统的继承人